嘿 晚安 救命 太大聲了我就嚇死 晚安 現在為大家展現我的 喔做的沒辦法玩耶 我的劍日技巧 這個後退一點好了 不然他會組愛我玩遊戲 邊唱 我現在練習一下沒有唱然後成功 打成功 OK 了解 嘩 嘩 止め もう もう この瞬間を唄にはしない 新生あっという間だ 回りなんか関係ない そうだ 何をしてもいい 不會讓你這樣的事 生活中難得いいじゃないか My way 大家晚安 今天看我表演 見玉 做的表演是比站著還要難很多喔 因為我沒有重心 還會喬到手,快痛死了 再答 小雨晚安 小雨 彩虹勾勾 看到了嗎? 拿高一點看到 很難耶,拿高一點 回答成功 恭喜小雨 彩虹勾勾 小雨 小雨 這個我還不會,就是進去 恭喜Burler從來團長,謝謝 耶 來慶祝一下 清之神 與我相伴,喔,並沒有 剛下班來看Burler,坤少凱 來 瑞婷,瑞婷,晚安 天啊,我真的是 很厲害,謝謝 阿正送的星之冠 喔,還沒看被雷了,喔,Sorry Sorry,我只有雷一點點啦 還有最重點,你還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最重點的地方 小千好久不見 超久不見小千耶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那跟莉莉一起看的 我剛剛坐下來吃飯,然後發現 喔,上了,然後剛才上來看 晚安,莉莉在跑票 喔,沒關係啦 沒關係,這樣才真實啦,這樣才是 其實就是沒有私心的投票,對吧 對吧,雖然我一開始 聽說就是,是 3比2的時候,一開始聽說我想說 喔,那莉莉應該是投我的那個吧 他應該是2的其中一票吧 結果他跟我說他是投小迪的 我說,他應該是3的其中一票吧 結果他竟然跟我說,喔沒有我是 我投小迪 然後我就,沒關係 沒關係 現在國際超好 不過我還是愛你的投小迪 莉莉有道歉,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我完全不在意,真的 我真的不在意,我看起來很像在意嗎 沒有,我不在意 好玩笑 好笑 這種玩弄人心的感覺 波波波感覺也不錯,感覺也不錯 是 晚安 波波波不要哭了 怎麼會有監獄 這是我今天直播挑戰 波波打把我的台砸了 可是,也不是第一次了吧 就是砸台這件事情 我的直播平均每一週 那個,至少直播假會倒一次 所以你們可以就是先做好心理準備 放一下 放一下 好,再來放Bandrine的歌吧 Rosellia的Firebird 按不到,等一下 Firebird 如果我也可以像這個鋼琴手這麼厲害就好 手機君有買保險嗎 手機君的保險已經過很久了 他的保險效期已經過很久了 Kizuna 愛你我也愛你喔 這首歌超高耶 我唱完應該會被鄰居就是 開槍打死 恭喜當隊長 謝謝兔兔你好兔兔 晚安 我們來聊 大家晚安 大家好,我是AKB48 挺TP的波琳 然後我是 The Puzzles的團長 耶,大家好 好 你要不要建議買保險 是要幫你們買保險嗎 等一下炸死你們 謝謝阿正的紅包 趕緊搶起來各位 謝謝紅包 謝謝阿正的紅包 紅包包 紅 團長大人今天依然可愛 這怎麼格格語氣 團長大人今天依然可愛 依然可愛 有點沒捲舌 謝謝 謝謝小羽的紅包 謝謝 我剛開始發想團名嗎 因為這個團名是大家一起想 很久想出來的 雖然你們看影片是短短之妙 可是其實我們想了蠻久的 然後 就是 我會有這個團名的發想 主要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的英文詞彙 並不是非常的多 然後 我想說 因為畢竟我們是 TimTP 就是我們是TimTP出來的樂團 所以我覺得莫忘初衷 莫忘初心 就是我們的 團名勢必要跟TP有關係 這是我的 一開始的出發點 是 我們的 團名勢一定要跟TP有關係 就是至少要是TP 可以讓大家聯想到TP 這兩個字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那T跟P有什麼 單字可以 拼 可以組成的 然後就是一些 就是比較具有代表性 有代表象徵物的那種 就是我想要想一個團體的象徵物是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想一想說 我就想到了解答 我就想到了拼圖 然後因為就是拼圖有很多很多意思 就是 拼圖有很多很多我的想法的意思 就是 嗯 因為拼圖就是 可以無限延展出去嘛 只要就是那個拼圖沒有邊邊的話 然後 我覺得就是我們五個人緊密的扣在一起 才會形成一個美麗的圖 圖畫這樣子 然後 就是十人 有沒有聽過十人十色這種畫嗎 就是我們五個人有各自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特色 然後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代表不同的顏色這樣子 然後當我們緊密的扣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 完成一張圖片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發想真的是還不錯 團長你好 汪豬狗狗 謝謝 團長你好 對 一語多關 就是有很多很多意思 然後就覺得 那就這個名字 是不錯 然後 最後的S寫成五 意思就是我們現在是五個人 所以這個S 剛好S的寫法跟五很像 我覺得這個名字 因為我覺得Puzzles的話 有點太普通 就是大家看了這個團名的人 沒看過這個團名的人 看過去就是 看過去就 看過去了 就是一串英文這樣 然後如果把S改成五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欸 這個團名有點不一樣喔 這樣子 對 這個例子的想法 我覺得很好 大家一起想的這個 想 大家一起想這個 團名 然後這個團名就是 雖然一開始名字是我想的 可是其實它 它有什麼代表的意思 就是大家一起提意見 然後最後才就是更 確定說那我們就是要這個名字 然後是以後 如果有想到拼圖 就可以想到我們 這樣子 肥長讚 肥長讚 波魯家你好 晚安 臉有點遠 拼圖 對 拼圖 就是大家如果 看到拼圖 我們的代表物就是拼圖 所以歡迎拼圖廠商找我們代言 沒有 沒有我們要代言拼圖 其實我不太會拼拼圖 最近羽喵是不是在拼拼圖 我記得他在拼天氣之子嗎 是嗎 團名好讚 耶大家喜歡就好 我也很喜歡 事實現在在拼的 事實現在在拼是不是 他最近聽說在拼 很多快片 拼圖 我沒有辦法 我大概50片左右就極限了 我沒有辦法拼那種 100片200片 會吐血 那為了我們這個團名 我是不是要好好的去學一下拼拼圖 拼拼圖要學嗎 還是它就是一個耐心 因為我以前就是拼拼圖的時候 我卡不進去我就給它硬卡 然後就會卡到那個拼圖 因為拼圖是紙做的 它就會直接破掉 對 千千缺了他直播 對我去看他直播平平圖 令安安安安 對 然後這個名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我 這個 我們這樣的話題會不會進展太快 它是一千塊 啊 掉一片就完蛋了 玻璃平圖還要分正牌面超難 所以它這兩面都是透明的 我真的是有點不行耶 我覺得會吐血 團長好 楊熊你好晚安 其實我沒有想到我自己會當選團長 我一開始也以為是就是栗子或者是可能栗子小迪之類的 可能他們會當選團長 因為他們的 因為我平常就是 畢竟我跟栗子的相處模式就是 雖然我是 年紀是他的姐姐 我的年紀比他大 可是通常都比較像是他在照顧我 因為我是一個蠻貌似的人 雖然我 對很多 就是我覺得重要的事情 我會很認真去全力以赴 可是我其實是一個蠻貌似的人 就很需要他提醒我 就是提醒我一些事情這樣子 然後小迪的話我是覺得他 也算是一個 比較個性比較 就是比較有個性的人 對就像我那個裡面講的 有個性的部分應該就是 嗯 有自己的意見的時候 他會很理性的講出來 對就是說我覺得我們這邊應該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嗯我覺得剛剛那邊有問題 就是他是一個有問題 就是勇敢就會講出來的人 就是他當下就會馬上講出來說 我覺得剛剛那個地方有問題 那我們再來一次可以嗎 然後他也是一個講話很有禮貌的人 所以 就是他比如說他想要 這一段再一次的時候 就是大家陪他再一次 他就會一直說 謝謝謝謝大家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覺得 他是一個相處起來很舒服的人 所以選他當團長的話 我當下就覺得 就是 如果小迪當團長 那 也是很好 大家互補啊 對我覺得雖然 我現在是團長這個職務 那我一定會比 其他團員再 多付出一點 努力去照顧其他團員這樣 然後也希望其他團員可以就是 多多協助我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當這種協助角色嘛 就是這種 統 團長那種角色 對 對我現在大概就是班長 然後就是我需要很多副班長 會有風機來幫助我這樣子 立子安安晚安 你剛現在要播嗎 你地下團長 沒有我們再說就是 就是 雖然我是團長 可是其實立子是 私底下很照顧我這件事情 不是感覺很想照顧 很會照顧我 對 可是我是很喜歡照顧別人 可是很會跟很喜歡 感覺是不同的感覺 就是我雖然很喜歡照顧別人 然後很喜歡關心別人 可是我有時候就是會關心別人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是會忘記自己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在這兩個 在2020年就是這兩個方向都可以做好嗎 就是我 又是 我先就是 穩定自己 然後就有別的心力可以去 關心 可以去關心別人 看不得這麼照顧弟弟 我不知道 欸我沒有很照顧他吧 自己自己抱自己 我並沒有很照顧弟弟啊 然後那個畫畫真的是太好笑了 就是我們那天 畫那個團服 我們那天畫那個 我們那天畫那個團服嘛 然後就是 因為就是大概 我們每個人都想了一套左右 一兩套 小迪想的 小迪畫得很好 就是小迪畫的團服都很 華麗 Kirara那種 真的是很像戰隊那種衣服 然後很好笑 然後就是他們 Mina跟小迪 Mina跟嘉莉就看到小迪的話 他們兩個就突然不想把圖拿出來的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可以看一下嗎 然後他們就說 不可以不可以 然後 他們兩個 就是栗子跟Mina就私底下 跑到教室的角落去 互相給對方看圖嗎 然後我都不知道他們兩個 在神秘什麼東西 然後到最後就是 還是要拿出來啊 就是還是要拿出來 然後我就 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哇 太厲害了 我投這套一票 投這... 我投一票 投嘉莉一票 你笑得最開心 我笑得最開心 可是當栗子拿出LOGO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 他明明是個畫畫很好的人啊 對啊 嗯? 他應該是不會畫人體骨架 謝謝阿正的紅包 謝謝 強一波 栗子應該是不會畫骨架 可是他可能就是 他的美感設計 可是他的美感都在LOGO上面 謝謝 切耳東的玫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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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文白格的運動帽 為什麼...為什麼是... 這是什麼鴨 神奇寶貝那隻鴨子 黃色那隻嘴巴扁扁 很像鴨嘴瘦的鴨 謝謝 阿正宋的植網跟蘋果糖 謝謝各位 謝謝 嘿嘿嘿 嘿 今天亢奮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可達鴨 可達鴨 哇大家很懂耶 全部都是... 一堆小痣抓到 抓到了 一群小痣 謝謝 大家卡送我的LOVE 謝謝 抓到你們這一群小痣 抓到樓上的小痣 謝謝 阿正宋的櫻花魚 跟我的劍玉盒照一下 超適合 我是RED 這確定是你的皮卡丘 釣魚直爬好嗎 我就是在釣... 我就是... 看大家會不會上當 謝謝佳麗的楓葉 謝謝楓葉 一羽雙關 小痣才對 你們都是我的小痣 偷釣他 看他有沒有上鉤啊 樓上都小痣 我也是小痣 你的小毛不是小痣 好很好 謝謝可達鴨 遊戲主要是叫RED 動畫的才叫小痣 喔真的嗎 為什麼要叫RED RED是紅色嗎 他叫紅色是不是 所以他叫小紅 皮卡丘只有右腳是什麼 皮卡丘只有右腳 為什麼 好恐怖喔 這又是什麼 海龜湯嗎 我試吃 謝謝 靈靈的招財貓 送的運動帽 皮卡丘 欸這個喔 這個好笑喔 有人打皮卡康 喔皮卡康 是皮卡皮卡康 他只有右腳是皮卡康 是嗎 拼是哪一個啊 拼是左邊那一點 那個是拼對不對 乒乒 乒乒乒乒乓 不 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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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不能再聽這首歌 會重點 好像破我的哏 乒乒乓那個唱起來 這是老哏 這是老哏嗎 我真的有點 那我可能就是不夠老 哈哈哈哈 自己講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哪裡變出來這個劍玉了 然後有一天我就開始練起來了 我的人生有很想要就是練過很多東西 然後像是溜溜球之類的 可是我都半途而廢 溜溜球是因為我玩到神斷掉 然後我就沒有去修它 我一直想要玩地球自轉 然後我很用力扯扯扯它就斷掉 冰你知道皮卡丘跑步是什麼嗎 嗯...是什麼 這什麼 皮卡冰 皮卡衝 粉絲中有個溜溜球之類 我好像有印象 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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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 應該是第一個吧?應該是左右吧? 應該是左右吧? 皮卡乒乒乒乒乒乒乓 為什麼是在哈囉 為什麼這裡硬來 我就什麼都想試試看啊 我想要做個攝像全然的偶像 然後就是上次在鏡頭前面表演這個 才沒有把螢幕砸破 欸咻 嘿咻 嗨 然後成功會不會很激動 笑爛 這個笑話很廢欸 怎麼有點廢廢的 他說今天是我媽生日 祝伯媽生日快樂 算了他應該沒 他應該聽不到 立場笑話快笑 哈哈哈哈 趕快來幫忙笑一下 背景是第一聲音 他的聲音有傳過來嗎 因為他在打遊戲 謝謝領的招財毛送的金曲歌手選票 謝謝 伯媽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對我要幫他買生日禮物 然後我幫他買生日禮物的時候 順便幫自己買一點東西 我之前就是收了嘉莉送的香水 在這邊 這個 然後就是 這個 嘉莉送我的香水 在生日的時候 然後 我很喜歡 裡面長這樣子 他已經被我用到剩下 已經被我用到大概三分之一了吧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概這樣子 沒關係 滴滴按定噪音 他就不要太大聲 我都覺得還OK 我也怪 這個味道真的很好聞 我自己都蠻喜歡 就是他是比較偏中性的味道 然後 偏中性一點的味道 然後又不會太甜 也不會太 就是太濃 非常 需要 就是非常就是 符合我的需求 然後我就一下子用掉了三分之一 而且很漂亮 他是一個淡 藍綠色 很好看 所以我就超喜歡 就用了很久 然後栗子自己後來 覺得那個味道很好聞 然後後來自己也買了一瓶 然後就是我覺得這個 拿來送禮物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就 我自己也買了一罐 要送 要送給我嗎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喜歡 因為我從來沒有送他 那麼少女的東西過 我之前 以前他生日我都是 就是帶他去吃飯這樣子 我送他 這個 我覺得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 不像是我會送的東西 可以先偷拆箱一下 看一下裡面 不要拆封就好 他檔上這樣 他是 就是覺得 女生 應該都會有個 想要有個自己的香水 他好像沒有自己的藏水 然後這個袋子都超可愛的 覺得 喔 送禮物剛剛好 就等晚上 等下直播完去給他 我在想要不要寫卡片 我就寫一下 就是香水真的還蠻不錯 拿來當禮物的話 請問企鵝死掉被什麼 他氣死 對不對 他變起司 因為起司 因為起司 謝謝 明明的招財貓送的掌聲鼓勵 有嗎?起司是對的嗎? 謝謝阿正的新之冠 謝謝 對 錯是喔 因為沒氣喔 好吧 我以為是氣死 就是 因為氣了死掉 所以直接變氣死 我要告訴你一個事實 什麼事實 怕爆 Cheers 我覺得 我以為是氣死 就是吃的那個氣死 兩件八十 兩件八十 我只想贏過栗子 栗子有人要超過你了 CJ晚安 CJ晚安 謝謝CJ的玫瑰 謝謝 CJ兄弟阿 阿 我要告訴你 這次兩件八十 喔我了解了 對不起我沒有結到梗 這是很老的笑話 對不對 我剛剛很順的接過去 我以為你們在講什麼笑話 兩件八十 我想說笑點在哪 好 那耳死掉會變什麼 餓死 我不知道 謝謝賢雲的好多運動帽 謝謝 這什麼 我真的很不會腦筋去撞完 我真的是 猜到後面都會覺得我痔瘡可能偏低 可能今天八十聽得多了 最愛對嘴囉 謝謝 最愛團長Ling的圈屏 一個送的很多LOVE謝謝 天啊我因為升天了 這什麼笑話真的是 我記得我沒有笑話嗎 我好像沒有笑話 完蛋了 我們就海龜湯 跟我那天真的覺得就是我們玩海龜湯完下來 那個直播的分級應該要分十五進 沒有啊實在太恐怖了 完蛋後面我自己的心裡陰影了 我還自己回家晚上 栗子都把浪花船都給我 怎麼那麼好栗子 我都給獨享栗子的 好意 然後就是今天 那天還有討論團名跟 對然後我的個人角色名呢 角色名的來源 其實很simple 我的來源超簡單 就是因為 我有一個荷蘭的名字 可是我從來沒有使用過它 在任何 就是在 以TP這個身份出去的時候 我的暱稱也從來不會寫Link之類的 我的IG的帳號也都沒有打Link之類的 就是這個名字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被我這樣子埋沒到現在 然後 這次有個機會 可以用 就覺得拿出來用 不用白不用 喔 來了 我的每週固定定番 沒有它已經不是事故了 它是定番 嗨起來 要嗨起來嗎 嚇爆 你直接彈下去 沒有它摔在我大腿上 所以 沒事 每日一摔 另很帥耶 耶嘿 而且就是英文字 然後還有分大小寫 就超級無敵 就是 我就是很喜歡那種奇怪的 符號 跟奇怪的拼法 拼法嗎 那種 感覺就 很有記憶點 然後又很 讓人 能讓過目不忘 是這樣子講嗎 網路稿是偶爾進來 好 沒關係我也是常常搞事 它是不是要倒 因為我想要移動一下它 因為我覺得我的海報沒有對齊 而且我真的貼新的膠帶喔 它不會再掉下來了 耶 哈哈哈哈 牛肉丸 栗子 栗子的名字我也覺得蠻好 就是有 跟它的 綽號很接近 然後也是它以前的英文名字 其實我們兩個的發想點 其實都蠻像的 因為我的名字就是 柏林 然後令就是 靈 就是很好記吧 而且畢竟就是我的名字 其實是 先想荷蘭的名字 然後才有現在中文的名字 雖然我的名字 真的很容易被人家打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 把第一個博打成博士的博 不然就是把第二個靈打成樹靈的靈 我直接不行耶 就直接給我打成大平靈的靈 然後我就直接 嗯 嗯 好 而且我的名字就兩個字而已 為什麼還可以比三個字的人容易打錯 本品星球你好晚安 像Lisa那樣 柏林 對啊 直接沒有 就是他們會打 只打錯一個字 就是打錯博 或是打錯林 可是只要打錯一定就是那兩個 喔還有柏還有一個就是仁字旁的 可是他們打仁字旁的時候 並不是因為打錯 就是他們是真的覺得我的名字就是仁字旁的柏 這個也常被人家誤會 因為木字旁的柏好像 沒有比仁字旁的柏常用嗎 還是常見到 數字越少越容易錯 對啊 可是你弄錯一個字 就等於你把我一半的名字都弄錯 你如果三個字弄錯一個字 你只弄錯人家三分之一 我就只有兩個字了 你用錯一個字 其實這樣就是用錯一半的名字了 人品星球 被波特唸起來好像有點可愛 人品星球 人品君的人品星球 因為名字常常會用人的部首 可是那是男生的名字吧 女生的名字會用那個柏嗎 寫Steven Song的醫用口罩 醫用口罩的姿勢 喔對了我今天戴了一個口罩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戴我口袋 我把它丟掉 就是我今天 因為我馬馬鈴的口罩 就是有一個有花紋 然後那個花紋就不是很好看 然後我們家口罩就是 因為最近沒有人去領 所以就是變得有點稀少 然後馬鈴就說 你們一定要選一個人選 就是帶那個口罩出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不想帶口罩去 就是帶有卡通圖案的口罩去學校 因為我就覺得我就是大學生 然後我帶那種口罩去學校 就是感覺就是很幼稚 然後我弟就說不行 就是我也我也不會 我死都不想帶那個口罩這樣 然後我媽媽就說 弟弟是男生沒有辦法帶那種口罩 讓你帶 然後我今天帶那個 卡通圖案的口罩去學校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天啊 我真的是很憨 看起來超憨 我直接不行 很可愛很可愛是沒錯 可是就是當你帶一個太可愛的東西 如果我今天帶這個在 可能 好吧 我想不到什麼 可以舉例啦 例子 男同是領到彩色爆紋的 真的是帶不出去欸 想到什麼卡通圖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卡通圖 它就是很多很多藍色的線稿 它是藍色的線條 然後畫很多很多 它是小熊 可是那個熊畫的不是非常可愛 就是有些感覺 硬到鬥形 就是有點點 顏色 重複嘛 然後眼睛而已 忽大忽小 對啊 我為了維護弟弟的尊嚴犧牲了 我就是犧牲我的 形象 然後我到學校 我同學就說你的口罩是怎樣 我就說 我領到 我都至少不是領到爆紋了吧 他說也是 然後就是我同學媽媽還會就是 特別想要 爆紋的口罩 然後就是特別跟 醫生說他想要拿爆紋口罩 我會覺得 喔 謝謝 謝謝他為民除害 我現在原地往生 還好我今天已經把它消耗掉了 這樣明天就可以戴別的口罩 因為口罩這個就是現在大家每天幾乎都在戴東西 然後 就有時候 有時候沒圖案的領完的 就只剩有圖案那也沒辦法 因為就是 多利用 資源 不要浪費資源 我還有看到今天不知道哪個老師 然後他戴個螢光綠的口罩 我超遠 就是晚上超遠 我實在對面都看到他 大家知道他怎麼自動跳出去 沒關係 偏偏沒關係 給我普通綠罩 真的 全子感覺好 全子感覺很夯喔 我想要一個全藍的口罩 深藍色的口罩 這樣子很好 螢光綠感覺炫跑 就是感覺他全身就是一跤航頭 馬上可以出去指揮交通這樣子 現場衝出去這樣 我說重複戴 我不知道重複戴會不會怎樣 重複個一兩天 之前好像就是很缺口罩的時候大家都會這樣 就是一個口罩戴兩天左右 可是聽說就是 外面的髒空氣跟灰塵會吸附在口罩上面 對我就是 我防疫會做這麼徹底 就是因為 為了其他人 就是 因為現在規定真的越來 因為現在越來越嚴重 所以 為了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吧 重點是保護其他人啦 不然我有時候可能懶得戴 而且我也不希望就是 對 那我朋友就是 因為之前前陣子都領不到口罩 然後可是大家都戴著口罩 然後你在車上沒有戴口罩 你就會覺得 自己有點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覺得有點小擔心這樣子 就別人 怕別人看到你都會閃開這樣 就是因為你沒有口罩 然後我朋友就說不會啊 全部的人都戴口罩 我們就不用戴了 我就說 還有這種道理嗎 可是不行喔 大家還是要 就是出門的時候盡量戴口罩 電梯不交談 電梯不交談 然後我那天就是 在學校按電梯 我用我的手指按電梯 然後就被一個女老師肚丟 然後就是 我大概在B2的時候 我從餐廳按電梯上去 然後我就按 然後她就開始念我說 她覺得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用手指直接摸電梯 我想不然要用什麼東西摸電梯呢 我就不然是要用什麼東西摸電梯 她就說 你要用別的東西 像是手機還是什麼東西 去頂那個電梯鍵 你不可以直接用手去觸摸它 我就講那個病菌 然後她就從那個 B2啊 開始講 然後講到 因為我要搭到頂樓 然後她好像 就是好死不死 運氣不是非常好的 她也要去頂樓 然後我們就 我就從那 我就有點厭視臉 然後聽到她說 而且我戴口罩 她看不到我的臉有多厭視 她應該只看到眼神 然後就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上樓 然後她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 聽到有點 聽到有點傻眼 然後出去還好她不是 要教我的老師 謝謝 我通指尖 對啊大家要記得 她可能比較注重環保 所以就是 不是環保 比較注重防疫 所以就是 也不是說這是錯的 可是就是 對不起 學捷電梯按鈕 老師因為你做的電梯按鈕 那個真的很好笑耶 我那時候看領捷的電 影片 然後我看到後面 我看到底底什麼 就是她底底感 年紀不是很大 然後就突然很用力 捶那個電梯按鈕 她就很胖 然後我就想說 幹嘛 我弄六麥神劍 下次可能這樣子吧 就是用個袖子這樣子 可是我回家都會馬上洗手 然後再 就是 揉眼睛之類的 算我有時候在外面 也會很想揉眼睛 真的是 那個年紀的小男生 會做的事情 就是比如說打電梯的按鈕 然後如果打爆 然後就露出一點 就是很驚慌的樣子 就是完蛋了 我之前打爆這樣 就跟我那時候把洗手台壓破一樣 看來是百年 難得一件的練武器 難得一件的練武器材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我完全能夠理解 姐弟 做那個行為的理由 一個字就是好玩 兩個字 這兩個字不是一個字 兩個字好玩 對 他是全身包起來鑽安全 對真的 我們英文老師也是這樣 他就說 大家都要隔開座 就是他要每個人都隔開座 中間都要隔一個位置這樣子 然後就是不能跟朋友坐在一起 真的是很難過 然後 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找他 然後他就說 你要距離我一公尺 一公尺 你這樣有一公尺嗎 然後我就說 我就後退後退 然後他說好 講話然後就開始講這樣 就是感覺大人比較害怕一點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們沒有在狀況內還是 可是我都會去 我都會戴口罩去學校 因為我覺得很危險 學校太多人了 太浮誇了吧 他就是感覺很害怕的樣子 可是我覺得真的蠻恐怖 就是最近又增加了很多新的案例 然後今天也是 就是售票延後 然後 嗯 還有 很多很多就是日本藝人來 台灣的演唱會都取消了 其實說真的也開始 一開始本來沒有那麼害怕 就是大概一、二月都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是一、二月都開始了吧 就是那段時間聽到 其實沒有那麼害怕 然後最近真的是覺得 要好好注重一下 不希望身邊的任何人都 就是希望身邊的任何人都可以 健健剛康 我想說SARS的時候也都不怕 不是聽說就是SARS說 SARS當年開始流行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說 容易感染的人 是大概二、三十歲的青年 然後到最近就是 最近那個五行 最近那個什麼 新型冠狀病毒 是嗎? 它叫什麼? Corinavirus 我唸錯嘛 然後 就是說到這個時候 他們就說 最容易感染的族群是 大概五十歲到六十歲的 中老年人 然後這根本就是同一批啊 就是根本就是 肺炎 肺癌 我剛剛說肺癌嗎? 心型冠狀病毒 就是 它不是什麼Corinna 我唸錯了嗎? 他不是唸Corinna嗎? 好 隨便啊 不是 今天隨便 喔Corona 對不起 不是Corinna 好吧 我們忘記這件事 那個怎麼心光肺炎啊 然後就是 我在直播 沒有幾個 沒有關係 謝謝 好尷尬 他自己來 他自己來 Corinavirus 好尷尬 他在我唸錯英文的時候 突然走進來 有個英文超好的人 在我現在 不是卡迪娜嗎? 肺炎 喔是說我答錯了 肺炎跟炎都唸炎 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他們就說 重點不是那個啦 喔 不想講英文的啦 我剛剛本來想說秀一下英文 然後就 直接一個講錯 氣死 不罷了 對他問我好不好吃東西 給我吃飽 Babymetal的演唱會也會演齊 真的假的 欸因為他們是在台大體育館啊 又是全戰席 OMG 而且他們要在那邊衝撞來衝撞去 這真的不行 伯伯我有推你喔 伯父安安 伯父伯母 好方便喔 直接叫伯父伯母 伯伯有看智慧王影片吧 衝撞去超爽 我真的怕被撞死 所以都不太敢就開始衝撞 就不開始 我怕被死牆撞死 那那些什麼 這些那種 鳳曼展之類 應該都不會再辦 最近 可是聽說 奧運不是會繼續舉行的樣子 OK 大家注意安全 老話一句 注意安全 注意身體健康 借給熊毛小羽送的夢幻煙火 我 我每就是看見那個城堡 都覺得很像皮士尼 大家晚安 哈嚕大家好 我是AKB48 TeamTP的成員柏玲 大家晚安 欢迎追踪我的Long Live直播账号 也欢迎去我的Long Live直播的主页 有我的IG账号 然后现在上面这边有我的IG账号 可以去追踪我的IG 也可以去追踪AKB48挺TP的官方频道 我们是一个 日本我们是日本AKB48在台湾的官方姐妹团 然后目前都会固定在台北进行演艺活动 欢迎大家 谢谢1314这个小爱心在这里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AKB48挺TP的YouTube频道 看我们的MV 还有很多很多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影片更新 欢迎大家都去追踪一下 也可以追踪我 要先追踪我 大家晚安 哈啰 谢谢追踪 谢谢 谢谢 恭喜乐团团长 谢谢 谢谢金姐大叔 然后我们AKB48挺TP上有个乐团企划 然后我们在 几个月后会在 某一个展演出进行演出 欢迎大家来看 还没有公布那个吗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 可是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混血儿的形状 形状 形状 形状不太一样 而且看似就是中文也不是很好 不好意思 哦 没尝到红包 气 谢谢 谢谢玫瑰 谢谢 枫也 谢谢 大晚安 形状 我跟大家想象的形状不一样 我是这个形状 不是这个形状 你日文超强 谢谢 谢谢 对我会讲日文 可是我没有日本混血儿 一滴都没有 主播是日文N2大大 我最近的日文有点退步 我们前前还在想绘画 然后就是老师要我们写说 这次寒假到底去哪里玩 然后我就写 跟我的另外一个N2朋友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讨论说 要怎么写 你去哪里玩 他说完了我都废在家诶 然后我就说我也废在家 那怎么办 我们写不出对话了 然后他就说 老师说至少要写个20句以上的对话 然后我们想说完了 我们写不出对话 然后 就随便编 他就编说他去宜蘭跟家人一起玩 他就写 他跟姐姐一起去宜蘭玩 他就这样写 然后他就说那柏林呢 他就讲说那你呢 然后我就写说 因为我就想说 我想那我不能写出去玩吗 因为他写过了 那我就想说 那我写个去看演唱会好了 可是其实我并没有去看 然后我想说 那有什么演唱会可以写 然后我想说 嗯 寒假有什么演唱会吗 我就想啊 哦谢谢 谢谢小鸡櫻花小马跟加油送的小狗娃娃谢谢 我就想说 那我就写去看演唱会 那寒假 我当然就是有奶木版的演唱会是不是 虽然我没去到 可是就是我可以写一下 然后写说 哦 乃吉坂 反正老师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去啊 乃吉坂46のライブを ライブ見に来ました 原来没去看 因为我那边迷你工作 所以没办法去 然后 写这样 然后 然后我朋友就说 哦那 差不多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交出去 老师就说不行 退回太少 知道我们再继续写 那还可以写什么 我朋友说 哦那他写说 那我带了土产给你 这样子 请你收下 然后他就写了这句日文这样子 那我想说 那我怎么办 就是 我有什么土产可以给你吗 我只是去 他说给我三星葱 这样 我想说我去看你 他我有什么土产 我说那我给你 奶木版的手灯 谢谢 然后我想说这个交易超级奇怪 这个对话超级无敌 超级无敌 超级无敌 就是 莫名其妙的 就是你怎么可能会拿手灯去换 一根葱呢 然后 然后 老师直接问你 不是去秘密公司吗 草莓酱晚安 然后 后面的对话就变成他说 谢谢你的荧光棒 好美哦 然后下次一起出去玩吧 嗯 然后老师就给我们过了 可是我觉得老师看的内容 应该不会给我们过 日文好难哦 我们就是 昨天 今天在写的时候突然觉得 日文好像退步了 那我们的 老师是一个 比较中年的女性 她应该不会来看我们的 她应该 不会来看我们的表演 因为她可能要忙照顾她的小孩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今天都是走比较 夜谈一点的 夜谈 台湾国语 最擅长的台湾国语 最擅长的台湾国语 听那个Afterglow的歌 哇 念英文都让人家念 我都念得很心虚耶 等一下 好 讚 晚安 我地牢大神了 怕爆 应该没关系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 了解的事情吗 如果是可以讲的事情 头发的是要留长啊 这是一个好问题耶 因为我之前 的发型一直都是到这边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留太长过 可能要在 我应该还会在保持短发一段时间 我觉得 就是在下 到下次可以换发型的时候 可能我挑战让她留长 大家会想看我留长头发 还是 短头发 这是一个很难 做的决定 因为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 就是 艺人嘛 他们通常 他们都是短发 我好像很少 喜欢的艺人是长发 女艺人 基本上都是短发 而且都是这种发型的多 然后 只有Lisa Lisa最近头发越来越长 可是她最初期是这个 这个短发 可是长发真的是 我也觉得长发蛮好看 只是长发照顾起来 特别麻烦 因为我的头发其实很 发量算很多 所以我剪短发的时候 还要打薄 然后打薄就变成 我也不太能绑头发 因为绑头发 就会有打薄的那个 长短不一样的毛 会跑出来 二单长度是能力 我也觉得二单的长度 就是我也蛮喜欢的 可是那时候她说要改发型 我就没有 对绑头发没有很大的兴趣 然后我对 鞭头发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然后我对 别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兴趣 我想那我就剪短好了 谢谢拼拼的枫叶 可是我很喜欢短发 现在就 因为很轻松 你们吹头发一下就干了 你们很少 你们除了女生以外 应该就是 都是短发吧 小千是长发 没错 可是你们就是吹头发 应该一下就吹完嘛 你们知道就是女生 洗头 就是吹头发多久吗 我是长发的时候 我国中大概吹半小时吧 国中长到胸口这边 大概要吹半小时 然后后来剪到这里 就大概要吹个十五分钟 然后我现在剪到这里 我大概只要吹五分钟就好了 超级轻松 就是变得我 让我很勤劳 才有时间护个髮 这样子 我只要请问 为什么这么可爱 不知道 可能要问一下今天的收心 因为伯妈以前 伯妈以前 伯妈以前也很漂亮 现在也很漂亮 可是伯妈的脸 我是觉得她 长得蛮正的 就是以前看她高中的照片 我偷看她的高中时期照片 我就觉得她蛮正的 女生要勤劳 我很不勤劳 不行 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勤劳 勤劳是一件好事 不分性别 不分性别 头发没有很长 可是很厚吹饱 对不对 你能了解 你一定能了解 你们一定能了解 剪头发 加热到来吹15秒 我留到过腰子吹头发30分钟后 对 我在觉得就是 留长发女生都很了不起 就是 尤其是洗头发的时候很难洗 因为 女生长发洗头发 我就是抓到头上 短发就是抓到头上 摟一摟 搓一搓这样 可是更长的头发 就要这样慢慢洗下来 哇 超麻烦 而且很热 夏天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那种 整理大长发的女生都很厉害 长发给人家一种比较 气质的感觉吗 陈云霍燕你好晚安 去年夏天直接剪到肩膀 那我上很多 对我会剪头发以后是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太热 那时候 那时候 国中想剪头发 就是国中留完长发还想剪 就是觉得说 我真的快热死 然后这次剪头发了 然后一剪就觉得超不习惯 就是因为我睡觉的时候 长发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把 躺着的时候枕头在这儿嘛 就是假装就是 还不知道是枕头 然后头发都会撩到上面去 因为我不喜欢 头发闷在这里 然后你剪短发的时候 你要撩到上面去 就发现没有头发可以撩了 就是头发撩不起来 然后就很不习惯 不过短发还是很有气质 谢谢 有想到我家林玲那种长度就可以了 林玲的头发也很适合她 我觉得林玲 对林玲之前跟我们讨论说 她觉得 就是觉得她应该要有刘海吗 还是没有 我觉得林玲没有刘海比较好看 就是她现在这样子 因为林玲的脸好看 谢谢刘建古送的枫叶 谢谢 欢迎Lucky Boy 你好 晚安 我爹也太吵了吧 等一下 我要用的声音应该过她 所以我现在必须 一边讲话一边找歌 大家晚安 我是AKB48 TimTV的柏林 你好 晚安 换歌换歌 好 OKOK我走到音乐了 开大声点开大声点 或许女生一定都要有刘海 我不知道 因为有些女生会 我觉得脸型的问题吧 就是你们 就是不同的发型 可以修饰不同的脸型 直接在唱七彩的微风 真的脸清清水 不要今天要再来一次是不是 我觉得不行 就是 不同的发型 可以掩饰不同的脸型 就是有些人觉得脸太圆 可能就是会流这种发型 该就这边 然后有些人觉得 可能 嗯 不想要脸看起来太长 就会 流这种刘海吧 戴到这边 感觉脸比较 短一点 然后 我觉得能够露额头的女生 都是很 脸 脸长得很漂亮 很金得起 我并没有说有刘海的女生 就是不漂亮 我怕就是我不敢开到地图跑 可是就是我觉得 能露出额头 然后还很漂亮的 女生 就是真的颜值经得起考验的女生 像 嗯 灵灵像孟淳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 孟淳真的长得蛮漂亮 就是很漂亮 对所以她就是 露额头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哇好看 灵结度啊 就是像她们 能露额头的女生 就是 都有一张好脸 Mina的额头7公分 你们为什么会去算那个几公分啊 谢谢阿正的迪士尼城堡 谢谢 谢谢阿正的梦幻烟火 我也觉得能够剪短髮的都很正 你现在在偷偷讲我 偷偷 你在说我吗 是我现在对好录作 啊哈 Mina拍夕阳的时候留在失控 那一幕真的是很猛 其實露额头很美 其實也是很美的人啊 还有 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瀏海 会有一种年轻感吗 露额头比较 就是如果脸长太老 他露额头看起来也蛮老的 可是如果脸长得老 然后剪齐瀏海 感觉会年轻一点点 可是如果你本来就长得很年轻 那你露额头应该也没有关系 年轻感 对啊我觉得瀏海就是很年轻感 因为那就是很学生会剪的瀏海 很日系 日系瀏海 而且尤其是我瀏海又很厚重 因为我的头发 就是前面说过我的发量很多 所以我的瀏海也很多 所以我一开始小时候剪这个瀏海的时候 就是我国中剪这个瀏海的时候 就没有控制好发量 所以他就给我剪了蛮厚的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 来不及把它矫正回来 就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喜欢厚一点的瀏海 我觉得我不太能经不起 空气瀏海的考验 因为空气瀏海 因为我的眉毛蛮多的 然后我觉得空气瀏海 就是如果瀏海变薄 那我的眉毛会很明显 就是你很明显 能不能看到两条黑黑的 不要 我不想露额头 暂时不想 暂时不太想露额头 我以前国中的两大禁忌 就是露额头 跟把眼镜摘掉 暂时不太长了吧 是吗 真的会这么长吗 从发炫开始算 剪瀏海的时候都被当小孩子 对啊 剪瀏海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大家 觉得就是 是小孩子 然后就会觉得 嗯 谁在柏林中的那天 不会有那天的 可是我觉得 我也可以挑战 你看看别的发型 可是要先等我把瀏海留长 毕竟我觉得 就是 就是起瀏海流程 长的瀏海有点困难 过度起 过度简单 对过度简单 对过度简单 留头发还是要留长发的时候 过度其实很麻烦 就是过度起会 它长在这边就会一直翘 在不同地方 就是我直接不用烫 也可以变成公司照那种翘法 那我应该一开始就这样子 比较方便 直接公司照头 对 嘿 国术谁也国术 一用口罩 谢谢 如果口颜色点没有 需要 势必需要再补一下 上我的直播剩下五分钟 就势必需要再补一下 今天意外的 我很能聊 应该 我今天也很能聊啊 你上次好 好 耶 省造型费用 但我直接不用 我直接不用自己造型 刚刚那么麻烦 今天很害怕 今天话题特多 不知道我想 好爽喔 然后 嗯 嗯 对就是 我要再来讲一下 就是谢谢 成员们就是 看到就是 几个成员想说 为什么要选我当团长 我就是觉得 喔 好不好意思喔 就是 想要 希望可以回应成员们 对我的期待 我的团员们对我的期待 而且我们五个人 现在就是要一起 共同挑战一个蛮艰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 可能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同 我们五个人都可以 各自有各自的 能贡献的地方吧 就是像 Mina 然后就是 她有组团的经验 所以她可能在这方面的知识 会比较多一点 她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嗯 就是她以前的经验之类的 可以分享 给我们 然后 她也是一个算是 她跟小迪都算是一个 就是常常出去 节目 然后 Mina也是一个 Mina是一个MC 蛮稳的人 所以她看起来声音就是 高高的 然后 可爱可爱的 然后 可是我觉得她的吐槽 跟她的讲话嘛 其实都蛮稳的 所以她 也 算她看起来像妹妹 可是她其实 这一部分还蛮有姐姐的风范的 然后小迪就是 完完全全让人家很安心的一个存在 就是她也是 前面所有的就是经验多 然后她会的乐器也多 然后 也是一个敢勇敢说出意见 自己意见的人 然后 有礼貌好相处 然后 例子都不用说了 例子就是 例子就是一个 我的好朋友 对 很有滤镜 例子也是一个就是 有话就 蛮敢提 可是我觉得她 应该 还没有到小迪那样敢提 可能她有时候会 就是不太敢 有时候不太敢讲 这样 可是我觉得小 例子就是有点 嗯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太嗨 就是我们四个人的话 没有办法太嗨 她是一个气氛制造者 气氛制造者 就是 因为我们 其他四个人的时候 平常讲话比较 没有办法 就是突然很嗨起来 可能小迪可以 可是小迪在直播的时候才是正的 然后 例子的话 就是 就是 看上如影片所示 就是她的动作很多 感觉就是可以帮 团体就是增加一些热闹的气氛 这样子 然后她也是一个认真的人 就是认真的对待她的每一份工作 每一份的 该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 就是交给她这位置 就是很 放心 然后婷利 算婷利现在跟我相处 时间没有很长 可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就是好相处 我觉得就是团队间 就是脾气 大家好相处 我个性要互相 互相 互相就是能够互相 体谅互相 就是有一个 就是我体谅你的辛苦 可是 你也体谅我的辛苦 就是大家这样的互相 互相的心 觉得就是 觉得就是 这一点总是 互相的 互相的互相 就是有点 因为她是后 她现在是后背 所以她比较不敢有太多 她自己的意见出来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我觉得 我们是一个团体 就先不分 我们这个乐团就先不用分 后背 前背 这样 就是我们大家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以一个 平等的出发点 大家一起相处 所以希望她未来可以不要 觉得就是 会紧张之类的 这也是她的脾气真的很好 她真的是一个脾气超级好的 然后很随和 随和到一个爆 然后她的声音又很好听 然后就是让人家有这种 沉浸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五个人我们会好好加油 嗯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 对刚才加入 比较不敢有意见 能了解 就是 刚加入 然后又一次跟四个 可能没有那么熟的前辈 因为毕竟我们四个 没有一个跟她是同一组的 所以可能 比较不是她平常相处的 那几个前辈 对阿丽真的很有礼貌 可是我觉得就是好 有好有坏 这件事有好有坏 可是好比较多啦 就是有礼貌总比没礼貌好 对而且只有她一位二期 感觉会更怕 所以希望就是我们 跟她日后相处 可以让她就是 有一种熟悉感嘛 然后就是可能表演 不要那么紧张 然后虽然我们表演 应该也会紧张到爆 可是就是 虽然她表演 就是她平常跟我们相处的时候 可以不要太紧张 努力加油 然后她的歌声跟她的吉他 也真的就是 就是听了就觉得很疗愈 这样子 唉 讲了这么多 反正就是 开心能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 团员们就是一起做一个乐团 这样子的企划 然后 然后 虽然我们就是一群 可能除了Mina以外 没有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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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没有怎么 有组团经验的团体 这样子 所以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像是 看待TP 这样子 就是把我们当成一个 养成性的 成长系的乐团 来照顾我们 好 那我们也会 努力回应大家的期待的 只有魔鬼讲完栗子比较可怕 我觉得栗子 应该 好栗子不要叮爆人家 相信你们可以的 谢谢 今天是一小时 那我今天先来念榜哦 好 今天的第十名 谢谢扎卡 谢谢扎卡 谢谢 然后今天的第九名 谢谢灵灵的招财猫 谢谢灵灵的招财猫 谢谢 谢谢 然后今天的第八名 谢谢阿当 谢谢阿当 谢谢 然后今天的第七名 谢谢春平逆可 谢谢春平逆可 谢谢 第六名 咳咳咳 谢谢 咸鱼 谢谢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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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 谢谢拼拼 谢谢拼拼 谢谢 耶 耶 然后今天第四名 谢谢栗子 谢谢我们的栗子 谢谢 然后第三名 谢谢佳吉桑 谢谢佳吉桑 谢谢 然后今天的第二名 谢谢双毛小雨 谢谢双毛小雨 谢谢 然后今天的第一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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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折登登登登登 我要投底是你的音效吗 唱不好吧 スト屠岸栗 對 下次有直播是禮拜天 對吧 小雨上次跟我說好像是禮拜天 禮拜天 我每次會忘記我自己禮拜七直播 禮拜天的晚上九點 不可以結束喔 不會再結束喔 我很喜歡結束某個東西 我發現 就是我每次就會覺得說 因為就是很緊 有點小害怕 小緊張 然後就想要快點結束 但是 有點太愛結束某個東西了 這樣不太有 我會加油的 我們下個活動見 下個影片見也可以 謝謝大家 剛剛不要再立flag了 對 我一直在run立flag 真的是母湯欸 打嘴巴 耶 還是謝謝各位啦 謝謝大家的意氣相聽 這是什麼超級無敵兄弟的話 那祝大家有個愉快的禮拜四 也算禮拜四剩下兩個小時 那祝明天有個愉快的禮拜五 然後希望雨不要再下那麼大了 不然我上學很麻煩欸 然後祝大家週末愉快樂 假期愉快 晚安 我們禮拜天見 掰掰 都要送十字禮物了 掰掰 我們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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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禮拜